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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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演戏 也没有演技 在生活中平淡无尽 人生的剧场里落幕 还有很远的距离 曾经我倾其所有 想让生活变得美丽 但我学会了一切 却失去了你 人生如昔 视而荒诞 看上去很滑稽 但我从未想过 要放弃 这样挺好 人活着不是得到 就是学到 嘿 值得骄傲 是我现在还不算太老 嘿 这样挺好 人活着就是不停地寻找 嘿 值得骄傲 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 嘿 这样挺好 人活着就是不停地寻找 嘿 值得骄傲 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 第五个号 十 怎么样 这回中了吗 全中了 什么 四加二 这什么 四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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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多数 对多少钱啊 没没没没没没没记错 没记错 我买这号我买一年多了 彩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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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起来 这哪儿了 找 不知道找找找 那个咖啡色的夹克 咖啡色的夹克是吗 没有啊 你到底放哪儿了呀 陶娟 陶娟 我依然那 陶娟 查了查了查了 四加二 师父 师父 真是那尽会太习了吧 不是我 是我 我其实我昨天还穿着呢 坏风啊 别不要紧想想啊 行 我给批陆琴先生了 喂 对呀 你不在我这 我要帮你洗了呢 不是什么洗 你早上洗的呀 我是 要不然 我们跟对彩票的人说说 我们可以给你证明是你买了 对对对 我们去那看看 说不定都录下来了 梦哪 人家都说了 彩票 彩票是唯一凭证 不是彩票球 那怎么办呀 你可真行哈 陆琴女士 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就让你这么给洗了 你知道我得上多少表演课吗 你等会 方元呢 她得上别人家给她 擦多少地钱 你知道吗 她都答应带我去美国了 我还等着看我姐呢 她还得看她闺女呢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是想帮她洗洗衣服 要不然这样吧 这十万块钱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我赔给你吧 你赔 你拿什么赔啊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买这组号吗 这是我闺女的出生年日 二零一零年 七月二十八日 凌晨四点三十一分 升起来 整六岁 我就是觉得 这 这数字挺幸运的 所以我一直买这种号码 这让我跟我闺女在这世界上 最后一点孽眼 也没了 我真的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跟我闺女在这世界上 纠正点联谊 被你弄没了 你说你陪我 怎么陪我 你说你怎么陪我 不是 姐哥 你别这么想 你别说话 我问她那你别说话 怎么陪我 怎么陪我 说呀 怎么陪我呀 陪我 怎么陪 你不觉得咱俩 第一回这边起 就出现各种事吗 你不觉得咱俩八字像课吗 我求求你来饶了我行不行 饶了我行不行 但凡你现在能听到点人话 走 好不好 走啊 小致 走 别别别 知道你小孩子 陪秦也不是有意的 陪秦 陪秦 走 那阵已经过去了 你这你再不离人家 真就没戏唱了 你知道吗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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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接孩子 要求两小时内到岗 扮演唐老鸭 陪孩子玩三小时 这些个留言都是你金主啊 喂 嘿 您好 对 我是方圆室友 他 他上了锁去了 他 行嘞 没问题 这就下去啊 哎 再见 谁让你接我电话 孩子要认我当爹 我现在就去 你也挺大一人了 能不让人孩子失望吗 留你一条狗命公事 打电话怎么不接呢 没听见 打了那么多都没听见啊 也不准时去家里广场 不想干了 想干 衣服呢 我说你 你今天这情绪 还能工作吗 穿着四万多的西装 这点直接到的我还是有 那就好 我不管你什么心情啊 你不能影响到我儿子 想我了吗 想啊 你心里会喜欢吗 喜欢 谢谢方圆 我说谢谢爸爸 我也没见过 我不跟你说 我不要发生了 你快点啊 你跟我喝 等你又吃饭了 干嘛呢 别乱带来吃饭了 凤云 你手机一样了 小爸爸 算我欠你了 这辈子还不上 下辈子再还 我 我有劫事 我得先走一趟 怎么了 那个 丹妞 外面有工作要办 你这欠的时间下回补上 你有什么工作呀 这 这我急事 丹妞 咱不生气 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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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给我闹啊 陆强 陆强 干嘛呢 你过来干嘛呀 不是说好了不见吗 不是你在来网上跟我发信息 我怕你又出什么意外呢 什么信息啊 不是你说的吗 算我欠你的 这辈子还不上 下辈子还 谁告诉你我是这样的语气啊 我是这么说的 算我欠你的 这辈子我还不上 我下辈子再还你 明白吗 那你怎么不发语音呢 懒得跟你讲话 道歉又不理 说话还那么重 越想我越气 我说方云 你怎么就以为自己那么重要啊 我会为了你想不开 我命没有那么不值钱 这谁啊 你们家谁出事的 说到你认识吗 这空的还是实的 你不是给自己准备的吧 我打开你看看啊 你听说过错谷杨辉吗 我要找个远点的地儿 把它杨下去 谁啊 这是我未婚服 你在图书卡上看到的那个名字 除非 除非 据我们婚里还有四十二天她出的事 我到了医院 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我以为那会是我最惨的一天 压根儿不是 你救我的那天 我正要开车去骨灰堂 去骨灰 去骨灰堂 是陆晴吗 我是 你好我是小文 我想拜托你 把周辉的骨灰 还给我 你是谁 她之前说过 她不想被埋在地下 她想撒在海里 你怎么会知道 即使出事那天 我跟她在一辆车上 我们当时正要去找你 准备给你摊牌 周辉她根本就没有想要跟你结婚 您能不能再拒绝 您能不能再拒绝 你能不能再拒绝 你能不能再拒绝 我没有想要 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 我只有每天 每天把自己给喝懵了 那天你说我卧鬼 我不相信 我怎么可能为了这种人渣殉情呢 说句不好听啊 其实你应该感谢这个电话 都给了你一次放手的机会 如果两个真实相爱的人 结果就先出现这种事 我估计你这辈子都走不出来 可现在还不一样 你现在就是有点混乱 但早晚都会放下来的 我要谢谢他 放了你 后来他父母知道了这些事 还是把骨灰给了我 我有时候真的恨 我想拿八童把他冲了 可是 每次想到 我们过去还有很多美好 我舍不得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吗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吗 我想有个两段 我会好了 我会好了 笑死我 我会好了 笑死我 不想再来 不想再来 不想再去 以后别穿成这样 特矫情 小朋友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机场 去机场 就你一个人 你家大人呢 叔叔 你能不能把你的电话 给我用一下呀 我们打个电话 好吧 谢谢叔叔 你好 这里是 方元 我是那天去香港找你 出口成交叫 少年同期增长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李老师 怎么了 是高兴的妈妈吗 对 那个你赶紧来一趟学校吧 高兴不见了 不见了 去哪儿呢 他就留着沾纸条 说我要去找爸爸了 找爸爸 他说他找爸爸 行 我马上过来 去哪儿 你出什么事了 周总 我 我儿子好像从学校跑出去了 我得过去看一下 那赶快去吧 快去 谢谢啊 东西帮我收一下 你吓人吗 吓人吗 谁让你那么好呢 我不听话 我吓人 你要这样干吗 帮我出去 你 你见我就会给我这个 咱们都说好了吗 以后不玩这个了 所以还给你 你还生气了你 你手机呢 干嘛 这训你呢 让你玩的吗 这个小女孩是谁 为什么一手机上会有这个人 你说她是谁 是谁啊 对啊 她是谁啊 我哪知道她是谁啊 骗人 没有 这个爸爸呀 前一阵呢 就下了一个手机软件 然后这个软件呢 就会定期的给我换屏保 这是桌面 这个就是一个壁纸 真的 真的 那你把手机打开 把相机打开 干嘛 你快点 你干嘛 把我打开 打开了 你拿好了 你现在拍一张我 然后换上 你去香港 就为了换张照片啊 你快点给我照 照照 那你笑笑啊 来 笑大点 好嘞 换一张 醒了吧 乐一个 逗你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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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饭 嗯 哎 想好了吗 一会儿你妈来怎么解释 反正我不爱上学 我就跟她说 我不想上学 小朋友你不上学你干嘛 她那个周末又没来接我 那她干嘛呢 每个月她都有一个周末要忙 没时间来接我 那 又回家多好啊 别让大人管得多舒服啊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天天就在学校跟你小朋友玩 你在学校有朋友吗 没几个 没几个 还是没有啊 这儿不行啊 这儿不行啊 我不知道怎么交朋友 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 那你问爸爸呀 这很简单 你呀 你 从你妈就多要点零花钱 然后一到 那个放学啊 下课啊 你就多买点小食品啊 小果汁啊什么的 给小朋友们发一发 就小朋友的友谊 都是从食杂店开始建立的 要不然 要不然你就 你就互相传传纸条话 吵吵作业什么的 这是交朋友的第一步 你知道吗 可是我妈都不让我干这些 别听你妈的 你妈就孤僻 你妈来了 包给我 快快快 大妞 怎么回事 怎么逃课呢 就是啊 那个我刚叫一晚 还有你 还没说你呢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咱们怎么说的来着 你生什么气啊 当着孩子面呢 我要不拦着都去香港了 在出租车上拿司机电话给我打的 都快到机场了 这不正好我回来吗 我选啊 小妞 你跟我说说你要干什么去啊 妈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社会上多危险啊 你要是出点什么问题妈妈怎么办啊 你怎么答应我的 妈妈每天工作多辛苦啊是不是 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 我就是想你们了吗 我都教育过了 孩子也认错了 大妞 你看着我 你得给我保证 以后我永远不逃课 你说 你要是不说话的话 这个人 永远就不能来看你了 我保证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 要我监督 我监督 保证了啊 记住我的 那个 吃什么 吃你的吧 你去个洗手间 我去死间 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什么刺激的 你吃过霸王餐吗 没有 什么是霸王餐啊 霸王餐就是 咱们随便吃 吃完以后不给钱 撒嘴就跑了 回来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真准备好了 嗯 咳 一 二 三 烫 你老是道歉了吗 没什么大事吧 带我儿子吃霸王餐是吧 你凭什么带我儿子干这种事啊 你有什么资格呀 不是 没这种事啊 方元我告诉你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辛辛苦苦地供我儿子上这种贵族学校吗 我就是想让我的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资源 所以你没有任何资格擅自做主张干这种事你已经给我的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了 钢姐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你解释什么呀你解释 你别给我解释 我再问你了 你彩票怎么回事啊 这事我要是没看见你还想烦我多久啊 你还想拿我儿子来赚钱是吧 你怎么那么阴暗啊 你给我说说 你用我儿子赚多少钱了 没有 一回都没有 连五块钱都没赚着 就玩了几回 而且我跟丹姐说了 我说以后咱不玩 不玩是彩票了 不玩 就彩票这件事呢 我诚实跟你道歉 这是我错了 但是霸王餐这件事 我真是我 你给我闭嘴 方元我告诉你 我雇你这件事 其实我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你要是这样的人贴 你要是这么做事呢 咱俩就两清 我希望我的儿子身边都是优秀的人 你这样人品的人 你就别在我儿子身边 你爸爸说清楚了 我什么人品了 是 我不像你们有钱人 开好车 住好房子 我人品就有问题 是吧 为父不仁 比安平乐道人多得去了 你老说你教育孩子 怎么教育孩子 你说说你怎么教育孩子 我教育怎么了 你是把孩子学习教育好了 还是性格教育好了 六岁小孩 我就没见过这么惨的 在学校没朋友 在家里也没人爱 你想想 你多少时间没看过你儿子 就像刚才那么笑了 我人品有问题 是 我人品有问题 我人品有问题 我能得来笑 快下车 下车 你走了 我走了 高小姐 我 你解雇我没关系 但我今天有逼得跟你说实话 咱们今天压根就没吃八方菜 那是我团购了 我一早就付过钱了 我就是想请你和丹妮吃个饭 我一直想 想谢谢你 但是 对 本来是想谢谢你 其实今天你来之前丹妮跟我说挺多话的 孩子吧就是不开心 然后我就脑子一热我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 就是想让他快乐快乐 没什么恶意 其实吧像你们家这种情况 本来就少一门了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 你适当地多拿出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 别老一到下班就不接孩子 这钱这东西挣多少十多呀 而且 好多事情不是拿钱能衡量吗 我最后再说一句吧 你千万别拿 想不想挣钱 有钱没钱 衡量一个人好坏 就这样 就这样 吧 来吧 上车吧 彩票的事是我不对的 我保证以后不看 你的保证算数吧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我之前用这照片做平保来着 丹妮也就是看这照片 她逃下来找我 她看见你女儿了 哪儿被我圆过去了 现在平保换成她了 你女儿多大了 这照片的时候我是三岁了 现在五岁了 没跟你在一块啊 等我专够钱就在了 以后别再露馅了啊 你这工作我接的吧 就这工作越干越变了 有时候你看着孩子 那么美好 那么单纯 你真骗不下去 你说咱俩大人骗了一个孩子 这对吗 你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 我得回去好好想想 是不是要继续顾名这件事 你回去等我电话吧 你回去等我电话吧 你回去等我电话呀 那这什么奖子 要我说你就是欠 活生生把自个儿 最后一根道扫掐断了 心里边是真犯了 还要我说你是不是有点多余啊 人家孩子妈都没犯嘀咕 你犯什么嘀咕 干好你的工作赚你的钱 是不是 还还劝人家别这么干 怎么着 让人给你听了你就踏实了 我真觉得那孩子太惨了 孩子惨 孩子妈开着奥迪 孩子住私立学校你呢 睡折叠床 你觉得人家惨 跟你没法聊 不是 还怎么就跟我没法聊了 你不就觉得那孩子没爸 对吧 妈工作又忙 孩子又孤单 又拿孩子最需要的这事骗他 是吧 不光这些 我现在觉得孩子真把我当亲爸 你说你演得好啊 那以后怎么办呢 以后他妈不顾我了怎么收场啊 我 我跟孩子说 我说你妈认错人了 我 我是顾来的 我不是你爸 那孩子多伤啊 这事好办呀 你把孩子妈拿下来 你不就是孩子爸 你不就是孩子爸 我去尽点啊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干的这工作 跟路边摊肩吗 理发馆给人剃头 塞店修车一道理 花钱买服务 别把个人色彩往里添啊 添个人色彩对谁都没有好处 老子为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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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高经理 周总 早啊 早啊 昨天你儿子没出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 没事就好 你看你自己带个孩子挺辛苦的 这肯定牵扯到精力 以后工作上有什么力不从心的时候 你就跟我说 没什么力不从心的 工作在我这儿是排第一位的 我没以为生活上是影响工作吧 你一贯的表现我当然清楚了 你做这个部门主管年薪不过三十万 就凭你的能力 完全有能力坐更好的位置 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 你只要踏实在公司好好干 你的前途那是很好的 是不是 是 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 那就最好 来 高经理 你这身是这一季的最新款吧 是吗 您对女装还挺有研究的 我懂个什么 这不前两天我太太刚好给我看了个杂志 就是你身上穿的这身 她说喜欢还想买一个 是吗 是吗 对啊 我还特意陪她的商场赚了着 这套可不便宜啊 三万上下吧 都超过你一个月工资了嘛 这女人就是舍得在美上花钱啊 看来啊 以后我得多注意注意我们高经理的穿着 这不显身不入水的都是大牌子 没有 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 这是一个朋友送的 这么贵呢 都不知道 肯定是男朋友送的 没有没有 哪有什么男朋友啊 对了 昨天听你电话里说 孩子去找她爸爸了 那就是高兴的爸爸送的 不 不是 不是 算是 算是吧 这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毕竟你还这么年轻 这遇到合适的 该往前走一步还是要走的 对吧 对对 是 我这心里有打算 对吧 高经理 不上吗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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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总 这是下个月的出差计划表 刚做好的 周总特意交代我给您送过来 香港 我不是一直都去北京的吗 这是周总特意交代的 由出差您都去香港 为什么呀 当然是照顾您了 周总说了 这是方便您探亲 不探什么亲啊 您还不好意思承认 戴尼尔的爸爸不是在那儿吗 周总这么向着您 连探亲的机票都给上了 您赶紧签字确认 我让他们去给您订机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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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所有的梦想 都画在墙上 等待被现实温暖 被照亮 我把全部的倔强 都藏进心脏 希望在人群中去融入 去释放 我把所有的希望 放在他身上 祈祷在寒冷黑夜 能给我力量 我把命运的摇晃 都当作墙上 依然在路上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让你找回曾经的温存 从被忽略 被遗忘 被捉弄的世界 找回一切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让你学会 让你学会面对爱和恨 在下一个路口 下个渡口 你说让我陈你学会 你说让我陈你学会 让你找回曾经的温存 从被忽略 被遗忘 被捉弄的世界 找回一切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你说我陈你学会 你说让我陈你学会 你说让我陈你学会 带你学会 你学会 我的站 expansive